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今天是父亲节 8月8日父亲节 父亲节快乐 来这个是小妹跟小比 对不对 今天一起做给爸爸的父亲节卡片 说的话不能讲 为什么 那就猪爸爸 猪爸爸健康快乐 对不对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还有这个 没有没有我现在没有拍了 没有拍你的秘密话语 这个是你画的画对不对 小比写的记忆 这个是小比 还有这个是阿姐 这个是小比 这个是我 这个是妈妈 我为什么是长那样 我身上为什么 我以为是小蛇 这只猪躺在妈妈尾巴上 然后这是爸爸 应该是十二生肖 然后这个是那个地下 哦哦什么 皇上 玉皇大帝 陛下 对 玉皇大帝 这个是我 我是龙嘛 我属龙的 还有小妹是兔子 大姐和小比是鸡羊 爸爸是羊 对不对 哦十二生肖 好好好特别哦 好啦 我要开始说故事咯 OK 来我们今天要这个介绍的这本绘本是这本 爸爸我会保护你 这个呢 是韩国的作者 因为你看这个作者名称后面还有韩文字 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 他以为他要踩他家的猫的尾巴 哦没有 他不是要踩他家的猫 是他家的猫 拔走他的脚 爸爸踩到猫咪的尾巴 然后他会保护他 哦不是 他是要保护他爸爸 然后来你看 作者呢 还有绘图的是同一位哦 图文的创作都是由这位 高征顺 那翻译的人叫做林景琼 爸爸我会保护你 这个是呢 由彩石文化所出版的书哦 我们要来开始说故事咯 看看他保护爸爸的方法呢 小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办得到 或是你可以想一个更有创意的 保护爸爸的方法 然后你们看他的画风 小妹你挡住了 你们看他的画风是不是很特别 就很像我们这个小孩子 他的爸爸是一只狗 他爸爸不是狗 不要乱说 你看他 他这很像呢 小朋友的涂鸦 对不对 你看他画的图 好可爱哦 他这是他爸爸 他爸爸趴在地上看他的女儿 因为他想要用爸爸 想要用小女孩的视角来看看 小女孩的眼睛看出来的世界 是什么啊 那爸爸比较高啊 我们趴低一点就可以看到 小他的小女儿到底都在做什么呀 在看看书啊 在跟他的娃娃玩啊 爸爸呢就这样子 他好喜欢他的宝贝女儿 所以他痴痴的默默的 带着爱的眼睛看着他的宝贝 在那边看小书 爸爸 小孩在看书 爸爸在看小孩 小猫咪也是 没有啦 爸爸是在关心关注他的宝贝嘛 小猫咪还趴在爸爸的背上 爸爸说 女儿啊 他要跟女儿说些什么呢 女儿啊 我漂亮的女儿 哇 在每一个爸爸的眼里啊 女儿都是 自己的女儿都是 最最最最漂亮的了 我漂亮的女儿 等你以后长大 如果呢 能有一个很棒的人 在你身边保护你 那就太好了 因为爸爸都会想说 哎呀 我的心肝宝贝啊 以后如果喜欢上了 一个臭男生 还要跟那个臭男生结婚 我的心都碎了 如果那个男生坏坏 让你伤心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爸爸都好担心哦 可是你很担心 你这个女儿长大了以后 终究是会谈恋爱的啊 终究是会想要 组成他自己的家庭啊 生自己的宝宝啊 所以很有可能 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陪在爸爸身边 如果真的一直陪在爸爸身边 爸爸不见得 觉得这样是好的 所以爸爸就说 啊 不管怎么样了 然后希望呢 爸爸最大最大的心愿 每天求生拜佛啊 努力做一个好人 就是希望老天爷呢 可以把这个福分 回报给我的孩子 遇到一个好棒的人 可以在你身边保护你 那就太好了 这是所有爸爸妈妈的心愿 可是这个小女生听了以后 就觉得好奇怪哦 这个名词它很陌生 小女生就问啦 爸爸保护是什么意思 爸爸保护 保护这两个字 听起来好厉害好伟大的感觉 但是究竟什么叫做保护 好 爸爸就跟他解释了 保护是什么呢 保护就是为了不让喜欢的人太辛苦 而在旁边帮助他哦 我真的好爱你好爱你 我舍不得让你辛苦 所有的疲惫 所有的难过都我来承担就好了 只要你能很快乐 你不辛苦 过得很舒服 那就太好了 这个就是保护 我为了保护 为了让对方 那个我喜欢的人过得很好 所以我愿意呢 让自己过得没有那么好 那就叫做保护 哇 比如说呢 怎么样 诶 我可以帮你刷牙 让你不要那么辛苦吗 爸爸帮你刷 小宝贝啊 你的手就不会刷了 还有我当你的床 你看他这个爸爸 哎呦 他的肉 肉身当他的小孩的睡垫 你跟你爸爸有一模一样 同一张照片 我到时候找给你看 真的好好笑哦 睡在那个 爸爸头枕在楼梯上 然后就睡在楼梯口 你们两个人 然后你看 爸爸不只是这样 当他女儿的弹簧床点 独里同弹簧床 还帮女儿删风 他帮女儿会热热 还有呢 爸爸还当这个小马 给他的宝贝女儿骑 或者呢 是什么一回事 他们两个一起假扮成猫咪 哎 以前你也会这样子哦 你当我的宠物小狗狗 你当我的宠物小猫咪 这个时候爸爸都会说 好 问问 好 喵 就配合你 这就是保护 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不辛苦 我都帮你做 这个就是保护咯 还有什么 爸爸说 来 我再跟你讲 比如说呢 像是这个 哇 狂风暴雨 你看 哇 乌云跑来了 小朋友 乌云来了 下起了好大好大的雨哦 这个时候呢 爸爸呢撑了一个伞 你看 我们撑伞的这个诀窍 小朋友 雨是这样斜斜的下的时候 你的伞就也这样子斜过来 猫咪也在 猫咪也在 还是这个 没有没有 这是这个小女孩最喜欢兔子娃娃 你看 是兔子耳朵 对不对 她很喜欢兔子娃娃 所以出门的时候 妈妈 爸爸 带小孩出门 都会有 背一个妈妈包 我以前是带小的娃娃 你几乎都带兔子 你的各个兔子娃娃都要带在身上 哇 你看 爸爸去买菜 这个 在台湾 是那个 巧虎的妹妹 巧虎 小花 是不是 你也常常带 都一定要随身带在身上 对对对 我也想起来了 你看 这个娃娃 还有这个 小朋友 平常用的东西啊 都放在背包里面 手上还买了菜 因为要提着菜回家去煮饭了 那下这么大的雨 小孩呢 稳稳的在这个 前面的包巾 对不对 我们有那个背巾 就可以背在前面了 不只是这个包 这里还有一个包 爸爸 大包 小包 还要空出一只手 来拿雨伞 真的好累 好身体 好痛 好辛苦的 雨又下得那么大 爸爸 把他的女儿 好好地保护着 一滴雨都没有淋到 你看 雨刚好 爸爸 好有技巧 把这个伞 斜斜的 爸爸也有淋到 爸爸也有淋到一些 爸爸的脚啊 回到家之后会发现 他的整个裤子脚 通通都湿了 但是你看 一滴水都没有淋到 他的心肝小宝贝 可是 淋到脚还OK 然后头就不喜欢偷偷 对 头不能淋到雨 可是我想啊 这个爸爸 只要让他的小孩 不要淋到雨 我耳朵有帮他遮住一点 遮住一点 这没办法 这雨实在太大了 最主要还是一定要 把自己的心肝小宝贝 他的小孩 付好啊 两把伞 就两只手一起握 那不行啊 我知道 这样撑两把伞 虽然是很好 但他还要拿菜 还要拿东西啊 那我们看看 我们的那个 直接套头上的那个 套头上的雨伞 我们有套头上的雨伞吗 哦 我不 我觉得套头上的雨伞 是一个很特别的发明 但不见得每一个人 都好意思套在头上 走出去就对了 所以哇 你看 爸爸好辛苦哦 他说 就像呢 是在雨天里啊 为你挡风遮雨的伞一样 你看 就算呢 你的人生 遇到了狂风暴雨 不管是呢 男朋友是个混蛋 可恶 害你哭哭 或者呢 同学欺负你 排挤你 或者是公司的老板啊 很可恶 凶你 或者是为难你 好 或者是 你在路边走路 走走走 遇到了很讨厌的 这个行人 他呢 呃 对对对 随便叭叭叭 对你按喇叭 或者呢 是撞到你 这些事情 爸爸通通都会保护你的 就像是 雨天为你 挡风遮雨的雨伞一样 哇 爸爸好可靠哦 哇 这个小女孩啊 他一听 哎呦 哇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保护啊 保护超级帅气的 等我长大以后 我也要成为一个保护者 他说他长大以后 他也要去当保护别人的人 他穿英雄的衣服 他穿英雄的衣服 哦 对对对 他有披肩了 对不对 哇 他有这个斗篷了 他等他长大以后 他也要当一个保护者 他变得这么大 你看他的爸爸这么小 比这个玩具长颈鹿还要小嘞 这个小女孩长大了 他可以来保护爸爸了 我们来看他打算怎么保护他爸爸呢 首先 他说什么 下面你来念 我会保护着爸爸 让爸爸能在假日睡到自然醒 对 他要保护他的爸爸 让爸爸在假日睡到自然醒 因为有很多爸爸 每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 睡眠不足 好累好累哦 很晚才回到家 回到家又加班 然后呢 好不容易加班完了 赶快去睡觉吧 但有一些爸爸呢 忍不住在睡觉前 又玩一下电动 有没有 这种爸爸我知道 好 那第二天早上呢 又好早好早就起来啊 去赶车上班去 要不然他迟到了的话 会被老板骂 我到了假日的时候 真的好想多睡一点哦 让我多睡几个小时也好 所以我会保护爸爸 让爸爸在假日能睡到自然醒 还有他说 我要去做一个 能帮爸爸把袜子 翻到正面的机器人耶 我们家好像不太需要这种东西 我没有想过 我需要这个东西耶 有人需要这个吗 把袜子翻到正面的机器人 你们家会需要这个东西吗 我不用耶 这个是机器 这个也就是吗 这个是造型袜子 造型袜子 人的造型袜子啊 好恐怖哦 我同学有 你有这种哦 哎呦 我同学 你同学有哦 哦好特别哦 他的意思是说呢 爸爸每亮一个袜子 都还要把它翻到正面来 太辛苦了 所以呢 诶弄一个这个 机器人帮爸爸呢 专门来翻正面袜子 挺好的 好吧 好 他说呢 我还要种一棵树哦 这棵树能够长出 好多好多 爸爸最喜欢的手机耶 爸爸最喜欢手机吗 没有 他最喜欢你 哎呦 小妹 你怎么那么会讲话 真是甜出蜜了 爸爸 你们家的爸爸 有一直拿着手机吗 这个很多小朋友都会说 爸爸你不要再看手机了 你跟我说说话嘛 你陪我玩嘛 可是这个小女孩 她心里想说 我要保护爸爸 爸爸最喜欢手机 好 我就种一棵能长出 好多好多 爸爸最喜欢手机的树 让爸爸呢 跟手机这个玩乐过瘾 哇 那真的牺牲自己的福利 也帮造福了他的爸爸 但是 不要把爸爸 跟活跳跳的小孩玩 不要跟这个机器手机玩 还有 他说呢 在爸爸觉得很累的时候啊 长出翅膀 来帮忙爸爸哦 哇 爸爸哦 嗯 他爸爸是送货的 对 他爸爸是送货员 对不对 所以真的 光想就觉得真的很累 他呢 要到处去送货 送货之前 还要先把货物整理啊 要这个按照路线来排啊 分配啊 不然呢 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事前 可能要先整理这些货物 哎 通通到运上了 这个大卡车之后呢 还要一家一家的开 很累耶 每到了一个地方停车下车 运货 又上车又开动 哇 要找路的 真的是很辛苦 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如果说呢 有翅膀啊 我就可以 这个 乘着我的翅膀 用飞的 帮爸爸把这些货物 直接从空中 就送去 那个订货的人的家里了 我爸爸就不会辛苦了 他是这么说的 还有哦 他还说 在下着 倾盆 大雨的日子 在下着 漫天 大雪 的日子 因为韩国呢 他比较东北方 他会下雪 比较冷的地方 在台 在刮着 狂风的日子 在爸爸 肩头 沉重 疲劳的日子 在爸爸 双腿 疼痛 不已的日子 爸爸 深夜在路上 不停 奔走的日子 你看都那么晚了 下着雪 也可能是下着雨 他爸爸要这样子 还在这里运火 好累哦 我都会保护爸爸 下雪了是不是 哎呦 那一丁上好辛苦哦 他说 爸爸 守护喜欢的人 就像小鸟展开羽翼 羽翼就是他的翅膀 就像小鸟展开羽翼 也像壮阔的大海 包容一切哦 哇 你看 他爸爸只是说 让你喜欢的人不辛苦 但是这个小朋友 懂得更多 他说就好像呢 小鸟把他的翅膀 张开了一样 也很像呢 哇 宽广的大海 什么都可以包容物 又有海洋生物在里面 对不对 又有 可能有植物 还有大家丢进去的垃圾 大海包容 无条件 包容了一切 他说啊 爸爸 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会一直保护你 直到世界终结哦 哇 好棒哦 你看他多么甜蜜啊 跟他的爸爸这么样的保证 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保护你 不会因为我长大了 我就不保护你哦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我会保护你的 哇 他的爸爸听到了这样的话 真的是太开心了 虽然说小孩到底会不会做到 不晓得啦 但他说哎呀 我的女儿啊 真是个最爱爸爸的傻女儿 爸爸算是这么说 你是傻女儿 但他真的好高兴 你看 他捏着爸爸的脸 对不对 爸爸脸软软的 可以捏来捏去 不要小直接捏妈妈的 对呀 他说深夜下班回到家的爸爸 看着熟睡的孩子 轻轻摸着孩子 伸出棉被外的脚 就会想说 哎呦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 长这么大的呢 因为呢 爸爸工作太忙了 可能学校的才艺表演啊 运动会都没有办法参加 都是妈妈啊 或者阿公阿嬷代表去的 所以不知不觉的 小朋友就这样长大了 这本书呢 这本漂亮的绘本呢 是献给 假日都在补棉的爸爸 好不容易有时间一起玩 却总是感到疲劳的爸爸 还有呢 今天又到处奔波忙碌的爸爸 期望着平安回到家人怀抱的 所有爸爸 以及永远记得孩子 第一次开口叫爸爸的你哦 哇 太浪漫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父亲节现应的 好浪漫好浪漫 好温馨好温馨的绘本 爸爸 我会保护你哦 所以小朋友 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除了平常啊 接受爸爸的照顾 他的衣服下面都会有白色的一条 是他的肚子露出来了 好 他长大了 对他长大了 除了呢 平常让爸爸保护你们之外啊 你是不是也可以保护爸爸啊 因为呢 爸爸这个对你的付出啊 对你的呵护啊 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耶 你也要想想爸爸的辛苦 你要同时要体贴爸爸 你也自己要学习体贴和付出的好吗 那爸爸有的时候你们也不要逞强啊 真的觉得累啦 或者是希望呢 这个你家的宝贝小朋友呢 能够多爱你一点 帮你拍拍啊 捶捶背的话 你也可以开口说出来哦 好不好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说完了 小妹 那我们要不要祝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小朋友你们也要乖乖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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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